这对夫妻刚离婚 便在门口摆起了地摊 他们要将这些 曾经美好的记忆全部卖掉 然后各自封道扬镳 但这很快就引起了丈夫的不满 因为妻子给的价格实在太低了 可妻子并不在意能卖多少 他只希望能尽快地将这些东西处理掉 这让一旁的丈夫非常的生气 因为如果都按这样的价格出手 就连隔壁卖冰水的邻居 都比他们赚得要多 可妻子表示 他们卖得好只是因为天气热 而我们卖的 都是一些破烂的傲手货 听到这话 正在一旁玩水的儿子不乐意了 因为这里的每一件东西 他都视若珍宝 他更不愿意看到父母就此分开 然而父母早已下定了决心 即便男孩再三恳求也无济于事 就这样 男孩只能独自一人来到马路边玩耍 就在这时 一个陌生男人走到他的跟前 询问他在干什么 男孩说自己在画全家福 因为他的父母马上就要分开了 他告诉面前的陌生人 他不愿看到他们分开 而此刻 另一边的父母正忙得不可开交 丝毫没有注意到路边的儿子 已经不见了踪影 警员得到消息迅速赶到了现场 男孩的父母快要几哭了 因为就在十分钟前 他们的儿子还在路边玩耍 可没想一转眼的功夫 他就没有了踪影 而今天门口来的都是一些陌生人 警员让他们不要担心 先去房子里检查一下是否在家里 可男人表示家里已经断了电 里面的温度起码有40度 不太可能会在家里 就在这时 警员突然注意到旁边有一只掉落的鞋子 经过询问得知 这正是男孩的鞋子 警员立刻扒开旁边的柜子 发现男孩果然藏在里面 可由于里面太过闷热 男孩已经陷入了昏迷 由于时间紧迫 他们立刻将男孩放进了旁边的游泳池里 可由于里面的水也是热的 根本没法帮他降温 眼看他的脉搏越来越微弱 警员直接跑到隔壁 抱着了他们的冰水 然后直接叫在了男孩身上 在冰水的刺激下 男孩立刻苏醒了过来 父母也终于松下了一口气 而男孩之所以躲进柜子 仅仅是因为不愿看到父母 就此分开